嗨,欢迎收到NATV,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呢 Hourglass 2019年的限定盘 那我现在手上呢,有四色的跟六色的 然后这个六色的是我朋友借我的 就刚好他买六色,然后我刚好买四色这样子 所以他就借我拍影片 然后我自己去年呢,其实也有跟到他们的限定盘 那我那时候是第一次买Hourglass的产品,就是这一盘 那这一盘我拍过影片,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点我的资讯栏的影片下去看 那2018年呢,我买的是这金色的这一盘 然后Hourglass的包装最讨厌的就是 你看他就是容易沾满滋味 就是都是金面的嘛,就是纯金面的 所以他随便沾或者是随便刮 其实还蛮容易看得到的 所以对于你长期收集下来 如果你没有好好保护他的话 就是会有点阿窄的感觉 然后这一盘,我先给大家看看2018年的 这是我买的六色盘 然后里面呢,就是长这样子 不是大理石系列的 他们家很有名 就是在于这样子烘焙式的腮红阿,打亮阿,定妆之外呢 也有出像大理石的腮红 那我今年呢,其实四色主要买的就是他们大理石的部分 那这是我2018年收集的这一盘 这一盘我自己一直都有在使用 那我也很满意 他们每一颗颜色哦 这一盘,每一颗颜色都超级无敌好用 那他这一盘的名字叫Unlock 如果这一盘有在各大的卖家 或者是其他的个人的卖家同入还有的话呢 我其实蛮推荐大家买这个2018年的这个限定盘的 那因为我今天就是这个也是过季产品嘛 所以我就不多说 那如果你们想看这一盘的就是四色跟上脸的部分呢 都可以点我资讯栏的影片去看 今天呢,我脸上其实只有化我的眼妆阿,眉毛阿什么的 其他腮红,打亮,修容,其他全部没有上 那我就直接来try on这一些东西 直接上脸跟大家分享 那因为四色盘的话呢 它是主要以腮红为主 四颗都是他们最有名的这种大理石的腮红 那我就先从六色开始 因为六色有一些丁妆粉 也有一些其他的产品 所以我就从六色开始 那六色这一盘呢 是Ghost的这一盘,就是鬼盘 那这一盘呢,也是一样外包装 其实今年做的是后面是透明的 然后前面是镜面的 也是超级容易沾指纹的 我同学一收到啊,他就觉得说 嗯,这种包装我不喜欢 因为它真的很容易沾指纹 对,对于你有个人彩妆洁癖来说 你一定是没办法接受这个点的 然后鬼盘里面呢,其实是长这样子的颜色 我觉得这一支的鬼盘啊 我这样看颜色下来啦 我之前看网路图片的时候 我也个人觉得它比较适合白机 为什么比较适合白机呢 主要是因为里面的色调偏浅之外呢 它的腮红都是比较偏粉红跟红色 雕的元素在里面 那我现在就是来直接试用给你们看 然后像Hourglass的这一种红柄式系列 其实他们都有申请专利 就是他们的粉质是可以制造出 非常非常美的光泽感 跟一些比较平滑的光泽感 而且那个光泽感是不会去制造出皮肤粗糙的感觉 这是我们家最厉害的专利的其中一部分啊 那这两颗呢是我们的丁妆粉 那我们的丁妆粉其实我用肉眼看的话 我是觉得它上面是有一层那种很单很单的那种光泽的感觉 但是你又看不到任何的亮粉在里面 然后这两个丁妆粉啊 一颗分别是比较偏粉的 比较粉色的 一颗是比较偏香蕉色的 一边单黄色的感觉 那我就先用这一个 用在不同两边的脸颊给大家看 然后像Hourglass的这个限定组啊 我很推荐大家去买 如果你是第一次买他们家的系列产品的话 我觉得可以从这种六色或者是四色下去做试试看 因为他们的单客真的会有点贵 他们的单价是走比较高端路线的 所以如果你没有那么多闲钱 或者是你不想要去投资一个 可能会让你不喜欢的产品的话呢 可以从这种多色盘开始尝试看他们家的分质 那我就先从这一边眼下的这一块开始 其实我已经有看到变化了 你没有感觉我这边变红润吗 这边还是我原本底妆的感觉吗 这边变得比较红润一点 但是啊 它其实上完之后真的不显任何毛孔 然后至于光泽上来说 它其实不是那种打亮的光泽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淡的那种平面的光泽感 对即便用在你的眼下这个区块啊 完全不显毛孔 而且我觉得它有提升我皮肤质感的感觉 你看这一块的质感跟这块质感 这块感觉就有一点点那种粗糙颗粒感 可是这边是平的 然后整体上起来呢 就是这样子 然后我有用过他们家这一种 比较不是大理石系列的粉啊 完全不干 你用来定妆什么的 它都不会让你的皮肤均裂 不会让你皮肤过度变干燥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这个粉质是还不错的 那这一颗啊 上在健康肌的皮肤上面其实也是有感的 就是比较微微微粉粉的感觉 如果你是很害怕上腮红的话 我觉得这一颗奶蛋上在脸颊上 也是会有一点点非常轻微的微微的腮红感 然后再来呢我就会用这个比较偏淡黄色的这一颗 那这一颗呢以我对它的看法应该会是有体量效果的丁妆粉 那这一种比较有体量效果就其实也非常适合放在眼下这个区块 那我这个淡黄色就会放在这边 他们家这个红贝粉都压得超级实的 所以不太有什么肥粉上的问题 其实啊它的差异就是微微的很微微的 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两边 我自己肉眼看镜子啊 我觉得这边的比较亮一点 就是整个皮肤是有亮度的 这一边呢就是比较偏深 然后比较偏有一点点粉红的感觉 那这两个呢我个人比较喜欢这个淡黄色的妆感 我觉得这个淡黄色的妆感 可以让你的眼下变得比较干净之外呢 也有比较蓬的感觉 视觉上比较蓬 那这边呢感觉就比较雾比较平一点 这两边伤完之后呢 其实真的有那种皮肤提升的那种质感的感觉 对他们家的蜜粉就是这样子的效果 如果你真的想要找一个不带空油的 有质感的伤起来之后 皮肤会很有质感的粉的话呢 我觉得Outglass的定妆粉你们真的要试试看 然后再来这边呢 他们还有一颗就是稍微珠光感 比较强一点点的这个粉 那这个粉的颜色呢 其实跟上面这个定妆粉也是有点雷同 但是它比较粉单粉一点 对那这颗刚才我自己试色在我手上啊 我觉得它是有一点点微微微微微的亮粉在里面 但是是非常细到你看不太清楚的 就如果上在脸上大部分是看不太清楚的 那这颗我就是会直接示范做打亮的部分给大家看 那像这种比较爱爱内含光的打亮啊 还蛮适合给那种不太喜欢嚣张感的 或者是一般上班使用的打亮就可以用这种 让你的五官看起来不要太平 那就上在这边你们可以看一下 这边是完全没有光泽的 真的你看光泽就出来了 它的光泽啊毫无颗粒感 毫无颗粒感 你看一下 毫无颗粒感 就是很妙的光 如果你不喜欢有颗粒感的打亮 又想要到这种亮度的话呢 我觉得他们家的打亮品也是可以买的 其实一开始我看它颜色的时候我还蛮担心的 因为我很怕上到我脸上会有点太粉 我不喜欢粉色的打亮 粉色的打亮比较适合白肌 那我相信这颗用在白肌的脸上应该会超级无颠美 你看 很 它的光真的 我手上目前你要我说最细致的光泽的粉啊 一定是阿波格拉斯 阿波格拉斯的光泽真的超级无颠细致的 而且它给你的质感就是你远看啊 很像皮肤有保养好的感觉 好那目前呢已经试完这颗比较打亮效果的粉了 然后我发现啊他们家的这种不管是定妆粉或者是打亮粉啊 都很融入皮肤耶就是你会觉得那个粉跟你的皮肤是很紧密贴合的 不会有任何的粉浮浮的感觉或是你越叠越厚的感觉 不管是我这边多少或者是我这边多少 其实我叠了蛮多层的这边刚才在可能简介上你们没有办法看到很完整的 就是我叠了多少层 但是它真的有被我叠了很多层之外呢也不会觉得很厚粉很不自然的感觉 好那再来呢我就先上我的browser好了 因为这边有两颗塞好吗我就打算各式一边这样子 那这browser的颜色呢我个人用肉眼看我是觉得它比较偏 偏黄对刷出来也是偏黄 我最不喜欢欧美在设计browser的色调上面偏黄 我觉得那么黄有一点太黄了 可以黄但是不要那么黄可以吗 它就是刷出来之后真的非常的黄 然后他们啊这种六色盘啊我去年买的啊 它就是做这样子小小盘的 然后格子也小小的 所以你在用刷具大范围的沾的时候呢 你会有一点点容易沾到隔壁的颜色 所以在沾取跟整体的设计上 我觉得是没有那么好沾取啦 你们有看到吗这边就是有修容的感觉 上脸后面我想象中的黄 感到那么严重耶 我觉得上脸后的黄色我可以接受的 可能我皮肤比较深啦所以这个黄色可以 如果你是白急的话你用这个颜色可能会觉得太黄 好看耶 这边是没有的没有任何的修容 这边是有browser的那种黄感的修容 然后会让你的脸看起来比较暖一点 嗯这个我可以这个我可以 它的粉真的很不粉感 我觉得如果你是有预算的人 你可以去买它单颗的 它单颗都是卖美金差不多四十几块吧 如果你有这个金额 你想要投资他们家的丁妆粉 或者是这种browser粉的话呢 嗯我推荐耶 如果以后我有闲钱 我会想要去买一颗他们的这种丁妆粉 我觉得他们丁妆的效果真的很无瑕的妆感 好那现在呢browser打亮跟丁妆都已经上好了 我接下来要继续去试他们的两颗大理石的腮红 那像我觉得他们2019年跟2018年最大的差别就是呢 他们2019年有把大理石的元素混在他们的六色盘里面 像这个是2018年的就没有混到其他大理石的元素 都是他们红杯系列的颜色 那这一个呢他们就比较有混到这样子的系列 所以你在买这一盘的时候呢 其实你几乎就可以获得三个红杯系列 再加上三个大理石的系列 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一个2019年的真的有改良到比较全面一点啦 对于试用产品的这个角度上来说 好那我这一边呢就是会先试用这一颗比较偏粉的 对这一颗比较偏粉的我有点单型太粉 对我来试试看 如果用过他们2018年这一盘啊 我觉得他们粉不是属于那种极度显色系列的 他们粉就是淡淡的即便你多伤都不会有猴子屁股的效果 然后因为他们粉质很细嘛 所以在晕染度上面又很好晕染 所以他们的粉质真的OK 好可爱哦 你看 这种 看到男朋友害羞的粉红色 很可爱耶这颜色 我再上多一点点 然后他们的这个不管是大理石或者是他们的一般的这种红杯系列啊 都有他们那个微珠光的专利 就是整体的皮肤是会有一点点蓬润的效果 也有一点点反光的效果 像我刚才虽然我有上打亮 但是我其实刚才在刷腮红的时候啊 我觉得他我脸颊这边是没有那么亮的 可是刷完腮红的时候 我就发现这一边啊 你看我这样子提我的苹果肌 这颗球是亮的耶 我刚才打亮没有刷到这边啊 我打亮只刷到这边而已 你看这边是亮的耶 好惊人哦 他们粉质真的是会有那种发光的感觉 那我这边呢 就来用他们的最后一颗颜色 然后我朋友在拿到这盘的时候啊 他一直跟我说 他觉得很不爽 因为他这颗大理石的混了比较少的红色在里面 大多数都是比较有金色主光的粉 所以有时候这大理石的效果就是 你拿到每一盘的那个纹路都不一样 所以没有办法去怎么说有统一的效果啦 对 如果你拿到混的比较多红色的 可能你出来的效果就会比较显色 那如果像他的就刚好是混的白色的元素比较多 所以可能用在脸上的那个红润感 不会立即的那么明显 对那我就把他用在这边 好美哦 他真的好美哦 这边是这个颜色 其实我这样子看没有太大差异耶 我有把粉抖掉了 有把它稍微清掉我的刷子 但是我觉得他们没有差异到太多 太大的感觉 要说的话这边是比较偏红色 这边是比较偏粉色 如果要我很仔细的说 但是如果你要我这样子出门我是可以出的 因为我觉得两边颜色没有差太多 所以这一盘的算是尾缺点吗 设计的缺点是我觉得这两个颜色 在单刷的这个部分上是不会有太强烈的差异感 所以这就看你个人这一盘你喜不喜欢他的配色 那这两个我就稍微有这样子的疑虑跟问题 好那我现在脸上呢 都是这个六色盘已经全部上在脸上了 那如果你们喜欢的话呢 就可以买啦 我觉得这种盘类的东西就是要看你喜不喜欢这种配色跟效果跟颜色 那我个人如果你问我会不会再回去买这一盘的话呢 我应该答案是 不会 因为我觉得 这一盘2018年的配色我更爱 尤其是他们的腮红是很明确的有差异的 像这两颗腮红的颜色就是很明确的差异 一个是豆沙色一个是橘色 可是我觉得这两颗颜色没有差太多 对这一盘我应该不会买啦 不会再回去追加买这一盘 好那我已经把我两边的脸颊的腮红都卸掉了 那接下来呢就是要试用我买的这个四色盘 那这四色盘我已经买了一个礼拜了 但是我还没有上脸过 所以这是我第一次的上脸的感觉 然后因为刚才我已经试了六色盘嘛 所以我刚才看六色盘那个腮红的光泽感啊 我觉得真的很漂亮 那我真的很期待来试他们这个 2019年出的这个腮红盘 那这一盘为什么会吸引我去买呢 第一就是我没有试过他们的大理石系列的腮红嘛 所以我看到他们出这四色大理石的时候呢 我就非常非常想要 再来第二个原因是 我觉得是我最关键的要选择购买它的原因是 我觉得这一盘里面的腮红色度色域也非常广 就是它不会有很强烈雷同色的感觉 这样做很粉很粉的腮红 这个很豆沙感很豆沙感的腮红 这个很橘红橘红的那种腮红 再加上一颗仪式是打亮的打亮饼 所以看到这一盘的颜色呢 我就觉得在收集跟使用心上呢 其实会比六色刚才我试的2019年那个 会比较使用比较多一点 所以我就直接买这一盘 那现在我就是直接先试用他们的打亮 上脸跟你们做分享 不对耶 我看后面的叙述全部都几乎是腮红耶 不管 我就是要把它当打亮来用用看 因为它的颜色也不太像是腮红 对没有人的腮红是这个颜色的吧 对我就来用用看 因为我觉得它的亮度感觉蛮亮的 这一块 然后如果你觉得我刚才就是补妆的是有痕迹的话 没关系啦 就是原谅一下我还要卸掉重来 有有亮度 亮度就出来了 它亮度也是属于那一种细致路线的 但是我觉得没有比刚才那颗打亮的来的亮 它亮度就是很安安内含光的感觉 就是很细致很内敛很内敛的光泽 那它的颜色呢就是古铜金色 如果你是健康肤色的话呢 这一颗完全没有问题 然后我来一直叠加 看它亮度能不能一直叠加 可以 它亮度可以一直叠加 你看一下 超级无敌亮 嗯 这颗也是很美的打亮 然后我这样子看我也觉得它没有什么很强烈的粉感 就是一面很美很美的水光光泽感 嗯 你看 这个 然后我刚才发现这个打亮啊 其实它是有一点底色效果的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用在这边两夹也是可以 所以它制造出来的那种感觉 就比较像是 塞伤感 或者是有塞过太阳的那种 金黄色的光泽 就古铜金黄色光泽 如果你要把它用在打亮也是OK 也是没有问题 我觉得它的底色效果并没有强烈到 有很明显的伤打亮的痕迹 所以这个如果你要当腮红用也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它原本定位就是腮红嘛 我看后面的说明 对那接下来呢我这边脸颊要用的是 这个 死亡芭比粉 这种粉我超级无敌怕的 因为这种粉看起来就是很不适合健康肤色 然后如果白肌用的话应该是超级无敌 像芭比娃娃的颜色 那我就直接来沾取咯 来咯 这种芭比粉 嗯 我可以接受耶 我可以接受点是因为 我刚才在试用2019年 诶那盘去哪了 这里 我刚才可以接受这一盘里面的这个颜色的话呢 其实我好像就可以接受这一盘里面的这个颜色 那么可以看一下是不是很像 所以其实我伤到脸上啦实际上感受来说 我觉得刚才的那个妆效是没有差太多的 颜色色度也没有差太多 所以这两盘好像有一个颜色稍微稍微雷同 稍微雷同 但是没有一模一样样 对稍微雷同 如果你两盘都买的话 就有一颗是多余的 哦 然后他就是单单的粉红色的腮红 嗯 ok啦 这个这个颜色我可以 然后再来呢 我要用的是 我把我最喜欢颜色最后用好了 我最喜欢就是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超级不定美 那我现在先用这个橘色 上在这一边 橘红橘红橘 橘红橘黄黄 橘红 上 这个橘色我觉得他非常非常适合健康肤色很用 我觉得他真的很美 就很阳光的感觉感觉 我很常去打那种就是王球啊 很常去打高额肤球那种感觉 那这边呢就比较像是很常去参加下午茶 feel的那种感觉 这种比较粉 这比较橘 嗯 我觉得这种就是真的有色度上的差异啦 像这里面两颗我就觉得没有到差异很强烈的感觉 这两个就真的很明显有色度的差异 然后呢一样是有微微微微的光泽 你们看一下这边 这边 这边 这边我没上过打亮喔 这边 是有光泽的 但是它的光泽是不会显皮肤纹理粗糙的 然后粉也非常非常的融入我的皮肤里面 然后脸颊的质感啊 很好 你看 嗯 好喜欢这颗喔 好那我现在把我两颊这边卸掉了 那我现在就是要中头戏的去试这一颗我最爱的这个颜色 这颜色真的很美 它就是一个感觉是猪肝红色又有一点点 嗯 我觉得它真的很美 好我们现在就直接上脸试试看 好这边 好美喔 好我有点太夸张了 但是 它真的美 我觉得它有一点点血色腮红 再加上一点点紫色腮红的元素在里面 然后用在脸上呢 不会过度的有那种腮红感 它因为粉很贴肤嘛 所以整体看起来很像你脸上的脸颊字体的红色 嗯 这个颜色好美喔 你看这边是没有上的 这边是有上的 这个颜色真的 很符合我们人类该有的这种害羞的颜色 嗯 嗯 真的很漂亮 这样 好那这两盘呢 我都已经上脸示范过全部的颜色了 那现在跟大家分享一点点简单心得 那首先呢 不管是他们的烘焙系列或者是他们的大理石系列呢 它的粉质都是真的非常的细 而且我觉得粉质是非常一致的 不会有什么那几颗是粗糙 然后几颗是比较细致 但是没有每一颗都是细致的 摸下去之后呢 你就会觉得你是摸在一个比较硬的粉 但是那个硬的粉里面是很细很细吃 伤到脸上呢 那个质感是非常贴近你皮肤的 而且是呈现出很贴很贴的那种光泽感 所以其实要以粉霜的东西来说 有光泽感又不显皮肤纹理是很难的 那我觉得Hourglass它是就是他们的专利 他们真的是可以做出那种该有的光泽 却不会显现出你的皮肤粗糙质感跟毛孔的粉质 那他们的腮红是真的非常有名的 那就看你个人 然后像Hourglass我刚才前面讲的话 就是单价属于比较高的产品 也是属于比较专柜的产品 所以如果要买的话呢 真的是要趁这种Holiday啊 圣诞节啊blablabla 除的这种六色盘 四色盘 多色盘去买 会是最值得的 虽然它这样一颗不会是原本单颗的客单数 但是箱子就已经够用了 而且你是会不可能用得晚一颗腮红 除非你只买它 对但是我以我个人的经验是没有用过 一颗三颗是完全见底的 所以我觉得以它的客单数跟它的价钱来说呢 真的是可以勾入的这种多色盘 好那以上呢就是Hourglass的这三盘的分享 那呃 推荐大家买 好那我们就下集影片再见 拜拜 by bwd6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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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